苗栗县有一支登山队伍日前攀登雪山 但是在离开大南山西安营地前 焚烧垃圾不但飘出阵阵刺鼻的味道 还留下了很多的垃圾在现场 严重的破坏生态 保齐总队第五大队也将两名行为人依法送败 烧垃圾 同样在雪山大南山西安营地扎营的山友 发现隔壁的帐篷冒起白烟 还有登山客从塑胶带拿出物品丢进火堆中焚烧 离开前更拿出喷枪引燃卫生纸 不但空气中飘散着刺鼻的味道 离去之后竟然把没烧碗的垃圾统统留在现场 山友拍下这离谱的行径 转贴到登山社团引来网友热议 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也介入调查 保齐第五大队远警在雪山登山口 发现这一组来自桃源的登山队伍 他们一行12人 其中两人被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 森林法以及国家公园法一送法办 大哥不好意思啊 就麻烦你们去我们小队协助调查一下 把事情理清楚 未经核准禁止在营区内生活 然后第一次的罚款就是三圈延 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 在国家公园燃烧垃圾明显违法 除了罚款之外 两名行为人还可能面临一年以上 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得病科兴台币1500万元以下罚金 无语山友不要为了贪图一时方便 污染山林又触罚挨罚 得不偿失 决张欣杰苗里报导 吃饭了 决赵